看了你介绍路权海权的影片 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罗马帝国从地理位置上看 影响小亚西亚和两国的犹豫 地域辽阔看起来的路权 同时控制地中海和不列颠的海上上路 有点貌似于海权 那罗马帝国到底怎样 界定路权国家或者海权国家呢 罗马帝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权国家 欧洲基本上都是 除了什么俄罗斯 德意志 后来基本都是海权国家 它路权海权不是看你控制的地盘 而是你是以农耕为你安身立命之本 还是以商业为你的安身立命之本 或者换一个话题讲 它是农业国家还是商业国家 罗马帝国显然是个商业帝国 你看他修了四通八搭的道路 就是为了运输什么这种东西方便 这个咱们 我又马上有一期节目叫海洋帝国 要上线了 快快上线了 这海洋帝国就讲了 这个罗马帝国 他凭借这个商业立国 兴旺发达的历史 以后上线之后 欢迎大家去收听